來 已經有一點黏稠的感覺了 有點固形了 OK, it's very good 這樣就行了,剛剛就 正在碗面 我們拿這個去烤鍋裡 然後再加水 我們要加熱水 因為如果不加熱水 你不知道焗多久了 你看到有塊布 主要是用兩樣東西做兩樣事情 第一個事情 就是讓那個… 讓那個… 讓那個… 不會動來 第二樣東西 就是在焗爐的時候 它的熱水不會直接煮到蛋 一般就會很乾 對,讓它隔開一點 然後呢 那Frankie,大家要加多少水呢 大概是… 少於一半左右 少於一半 對了 剛剛去到一半左右就差不多了 這樣呢 OK 350度或375度 大概半小時 哇,都泡起來了 哇,都泡起來了 哇,的香氣 非常好 哇 漂亮 很好 外面都已經… 金黃金黃脆脆的感覺了耶 Frankie 所以這個水不用被烤乾 就是… 少一點點就可以了 是啊,慢慢 這個… 半個鐘頭 哇,看起來就很有早餐的感覺 好,早餐 嗯… 這個呢,我們就再煮這個 是 用乳酪來煮嗎 用乳酪和橄欖油 少許的乳酪和橄欖油 好 首先我們煮熱 其他鹽等各樣都不用煮 都不用煮 我們可以準備好 如果它冷了 如果它冷了 你就可以… 等它掉出來 但如果它不冷 就會整個散開 現在我倒出來 因為熱很熱 它會整個散開 但是整個散開 你可以整個散開 可以嗎 可以 這樣呢 另外一件呢 我們有一個很濃的汁 這個汁也是等一下要用的嗎 是… 這個呢 這是怎麼自來的 看起來像橄欖油的感覺 嗯… 這個就是很濃的牛肉汁 但是我們一次過不要放進去 因為為什麼呢 一放進去 它就會… 它就會吸收了所有的 所以兩個要一起放 對了 少許…這樣它就不會焦了 嗯 好 融化了 再放進去 所以一直都是用大火來煮 對了 鮪魚好像滿滿的 而且切也滿滿的 好,這樣我們可以 鮪魚呢 鮪魚呢 還有一件很離奇的事 就是你放多少油 它都吸收了 嗯,對 所以你覺得 放夠就好 不可以一直放 這太油了 是啊,太油了 還有一件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放少許牛肉汁 嗯 OK 所以那個汁可以… 觀眾朋友們可以用雞湯和牛肉湯一起弄的 對了 他們可以用牛肉湯買飯 一包那些 煮結它 這樣就變成這樣的東西了 這個就是肉了 這樣,我這個呢 這個就行了 準備好了 OK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就不用開火了 就不用開火了嗎 不用開火了 因為這個湯一直在燉著打火 對了 這個呢,我們就不用了 你也要一隻手握著這個 好 另外那隻手就要攪這個了 我們呢 用牛油一定要冷牛油 不可以放太多牛油 不可以放太多牛油 放太多牛油 放太多牛油 它就會散開 所以這個一定要… 要攪得快一點,一邊攪 好 所以就是用這個湯汁的溫熱 把牛肉融化就可以了嗎 對 還那麼快 但是味道是很冷 所以呢 還要再冷一下 嗯 師傅,有一點點 好,大家記住 芝士是很鹹的 這個有鹹的 那個汁也很鹹的 那些芝士就不要放進去吃 因為那些芝士… 不要加任何的藍色 是直接當配菜 對,那麼三件也加起來 就一個很好吃的早餐了 那你看看你喜歡 加什麼 還有這個醬味千亙不要放太多 因為有咸 很鹹 很肥 就加一點鹹在上面就可以了 對 神哥